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伊塔玛·本格维尔 21日在警方严密护卫下再次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 因同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圣地 该地长期以来是巴以冲突的焦点 这是本格维尔今年以来第二次进入这一争议区域 再次引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强烈谴责 据法新社21日报道 本格维尔在Telegram上发布相关照片 称哈马斯的威胁无法阻止我们 我去了圣殿山 哈马斯曾在本格维尔医院访问该地时发生谴责 根据本格维尔办公室发布的视频 这位极右翼部长21日清晨访问圣殿山时说 我很高兴来到以色列人民最重要的地方 他赞扬现场的警察 称这证明了谁在耶路撒冷说了算 此举引发多方批评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鲁黛纳成 本格维尔的访问是对阿克萨清真寺的公然袭击 他强调玩火只会造成严重后果 八方将继续予以密切关注 约当外交部称 这一行动是一种受到谴责的挑衅之举 是一种危险和不可接受的升级 埃及也发声谴责 呼吁以色列当局立即停止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做法 就在前几天以色列庆祝耶路撒冷日 引发巴勒斯坦人强烈不满 挥舞着国旗的以色列民族主义者 在耶路撒冷老称游行 一些人高喊反阿拉伯口号 数百名犹太人还访问圣殿山区域 其中包括一些极右翼议员 据报道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还在21日晚些时候 在枯墙附近举行内阁会议 以纪念耶路撒冷日 沙特中东报分析认为 本格维尔一月初擅闯尊贵的禁地 导致巴以冲突严重升级 现在他再次不过后果 践踏这一圣地 意再引发新一轮流血冲突 巴以局势如何演变令人担忧 这一圣地